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了所有监控 进入了老板的房间开始做事 一枪接一枪的朝老板射了过去 嗯 果然是个莫得感情的杀手 男主呢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每杀一个人都会顺走一样东西做纪念 所以临走时他顺走了老板桌子上的五女八音盒 之后呢他坐飞机回到了自己的豪宅 然后把五女八音盒放到了展示橱柜里 当杀手也是很累点 不一会儿他就躺在沙发上和周公约会 傍晚呢他被门铃声惊醒 他开门一看 诶 这不知是谁送了他一个大包裹 凭他当杀手多年的经验 他也不敢乱拆 可能一不小心啊就会血肉四溅 他小心翼翼的拆开后才发现 诶 是一个玩具箱 里面全部都是绿色的小冰人 这家玩具就是这家公司制作的 诶 这沙老板还送玩具的 他拿起了一个小人是思考了半天 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想得脑壳疼 转身呢就去厨房喝点水 等他再回去时 小冰却神秘失踪了 唉 可能都撒鸭子跑了 突然台灯熄了 他弯下老腰一看 诶 不知哪个爱牵刀的把电线砍了 就在这时他的脚趾不知为什么刺了一下 拔掉一看居然是一只玩具刺刀 他拍在地上看水槽下方 居然有数只小枪朝他射击 射得男主脖子都红了 他曾经是个莫得感情的杀手 现在居然被一群玩具小兵狂怼 他赶紧爬进洗手间 偷偷用镜子查探外面的情况 这小兵们已经将他的客厅打得稀巴烂 被小兵欺负够了的男主决定反击 他从床头柜掏出手枪和小兵们硬钢 可是很快男主就发现 这样的举动实在太杀掉了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机关枪 对着沙发下面一顿猛射 玩具小兵没扛得住男主的一顿猛射 死的死是伤的伤 男主看见沙发下面没了动静 掀开沙发一看 啊 竟然是一堆成了精的玩具小兵 男主看到这些成精的小兵 两脚就给他们踩碎了 这时呢隐藏在柜子下面的直升机杆的支援 这火力不是一般的猛啊 男主英俊的老脸上被刮了好几刀口子 实在是寡不敌正 赶紧撤回了洗手间 男主刚泄口气 门就被轰出个大窟窿 一架直升飞机飞了进去 男主反手就是一毛巾 把直升机紧紧裹住扔在地上 使出吃奶的劲儿踩他 第二架直升机赶来 又被男主轰了出去 之后呢男主用毛巾堵住了大窟窿 啊 好不容易消应一会儿 他偷偷从毛巾的放弃窥视 这时小兵们竟然开始用大炮进攻 几炮就把门给炸七八烂 男主吓得翻窗逃跑 咦 这么高的楼层没被炸死也被吓死了 好在我们男主是见过大风浪的杀手 这点高度不算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空战斗 他总算爬进了另一个房间 他观察了一番 看到长官在给士兵们打气 男主灵机一动 先用周灯雨右敌上钩 他从背后杀出 用灭火器制造烟雾弹的效果 挡住小兵们的视线 然后用灭亥灵和点火器炸毁了吉普车 最后他到厨房拿出一把参手的西瓜刀 狠狠地将小兵们碎尸 他将这些小兵一个不拉地放进粉碎机里 收拾完小兵的男主 终于可以在泳池里放飞自我 可是刚游到泳池的尽头 手腕就一阵巨头 他赶紧爬出泳池 此时他的手腕鲜血淋漓 哎呀我的妈呀 这咋好好游个泳还带鸽腕的呢 经过刚刚的一番大战 他再也不敢和泳池应对 偷偷摸摸地跑到电梯里 刚进电梯控制面板就火花似键 嗖了一声 从电梯顶跳起来一个东西 男主用手电塞出篮罩 也没看清是什么 突然他的脚踝和手腕都一阵巨痛 此时他终于看到了一个玩具特种兵 特种兵是一个后空翻 就从电梯间翻了出去 男主呢也紧跟其后翻了出去 只见特种兵一副魔法杀猪刀的表情 男主趁其不备 一个后空翻翻到另一个下降的电梯 此时呢已经伤痕累累的男主 瘫倒在地 但是他却不知道 特种兵也爬在他的鞋底 和他一起跳了下来 特种兵爬上男主的大肚男 使劲朝男主的胸口刺去 这男主疼的是呲瓦乱叫 一巴掌将特种兵扇到地上 男主赶紧装死 趁特种兵不注意 一掌将其拍倒在地 男主是用尽全力将特种兵 推到电梯门中间 最后呢体力不支的特种兵 被电梯门粉碎 男主以为自己赢了 最后却发现 是自己启动了自爆装置 随着炸弹的倒计时升结束 男主和电梯都被炸得稀巴烂 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些小编是如何知道 男主家地址的 嗯 逗逗想嘛 应该是男主带回来的 五女八音盒有定位器 所以说嘛 别人的东西别乱拿 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好了 点关注不迷路 今天的电影就要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Muah